中秋廉價最後一天不少民眾都搭車北上 其中台中高鐵站站內被塞爆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民眾的隊伍至少四排 而戶外更誇張 從出入口以外的空地 排隊人籠長達三公里 甚至是排到地下停車場 人多的誇張 大部分都是來排高鐵的自由座 現場粗估大約有一千兩百多人 甚至有人排了兩小時都還無法上車 現場的工作人員也在票夾口進行管制 而高鐵也發聲明回應 原本十月一號北上班次一共一百一十三班 南下七十五班 但是因為自由座的旅客人數眾多 目前高雄左營站也增開兩班 北上列車各站停靠 車站內也會增盤人力來引導旅客分流 讓動線更加流暢 以上是現場最印象 我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